腦殘,心智不捐钱,是不能够买拍卖房地产的 那么我们最近遇到个案例 一位父亲非常疼爱的孩子 就用他的孩子通过线上竞标,标到一间拍卖房地产 那么当父亲带着孩子去历史后签合同的时候 那么这历史一看到这个孩子,是心智不正常的情况下 直接把这个case cut off 取消掉,没有办法继续成交 那好彩这位父亲有第二个孩子 才把这个property通过第二个孩子的名字顺利得标回来 那这一边要给所有的大众知道 买拍卖房地产有三种人是不能够买的 第一种,心智不健全,智力有问题的人 第二种,你未满18岁 第三种,bankruptcy破产人士 只要你不是这三种人,欢迎你跟我们学习 我们将会帮助你 怎样买到比市价便宜的拍卖房地产 欢迎跟我们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